科学证明经络存在 中医的经络学位理论 一直不被西医系统所接受 原因在于西医采用解剖实证方式 解剖人体没找到经络啊 所以就认为不存在 其实眼见为实真的很有局限性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和大家提到过 在长长的光谱中 人眼可以看见的可见光 只是那么窄窄的一条 超出这个可见光光谱范围之外的 人就看不见 红外线紫外线X射线人都看不见 可是现在都发现了 并应用到各个领域中 科学没证实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 很可能是科学还不够发达 仪器不够先进 测不出来 气血能量 它们的振动频率不在可视光谱之内 不是肉眼可以看到的 但是现在一些前沿的科学研究人员 已经用先进的仪器发现了经络穴位的存在 比如我们之前在人体挥光的秘密这期节目中介绍过 俄罗斯量子力学物理学家康斯坦丁科罗特科夫 康斯坦丁科罗特科夫 康斯坦丁科罗特科夫 通过气体放电线相数 简称GDV gas discharge Vidualization 在测人体辉光时发现人体存在亮点 与中医中的学位相符 而就在2021年 新澳集团生命科技研究院和美国哈佛医学院合作 首次清晰观察到沿人体经络穴位迁移的连续荧光线 研究人员表示 这项工作为证实中医经络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长久以来西医一直把人体当作机器 哪个零件不好使了就修一修 不行了就换个新的 而中医则遵循中华传统 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把人看作一个整体 看作整个宇宙自然运行中的一部分 如果在未来中医的理论得到了证实和认可 整个医学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有研究者认为 一旦能够发现和证明中医学的原理 那么中医全息整体性治疗方法的优越性 就能够全面被人类社会所认识 全世界医学将迈入新时代 那时人们或许会发现 原来华夏祖先留下的文化是如此的智慧 不仅不是封建迷信 反而远超西方传来的实证科学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